安倍晋三 2022年7月8日 安倍晋三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 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安倍晋三是日本第90代 96至98代首相 1954年9月21日 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 从幼儿园到大学 安倍一直在重视个性 注重体验的16年一贯制的贵族学校 城西学院就读 在校期间 安倍学习并不用功 成绩也一般 但他好奇心强 爱好广泛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都在涉猎课本以外的世界 因亲美而导致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之外 对于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安倍晋三也持的是否定态度 2019年7月1日 安倍政府宣布 限制对韩国出口 用于制造电视机及智能手机的三种半导体材料 安倍晋三曾多次向静国神社供奉祭品 并于2012年10月17日和2013年12月26日 分别以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的身份参拜了静国神社 日本民众对安倍晋三的正面评价 在当首相的那一年里 他真的是拼命为大家工作 通过了多项法案 实施了很多积极向上的政策 但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安倍晋三 2022年7月8日 安倍晋三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 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安倍晋三是日本第90代96至98代首相 1954年9月21日 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 从幼儿园到大学 安倍一直在重视个性注重体验的16年一贯制的贵族学校 城西学院就读 在校期间 安倍学习并不用功 成绩也一般 但他好奇心强 爱好广泛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涉猎课本以外的世界 因亲美而导致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之外 对于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安倍晋三也持的是否定态度 2019年7月1日 安倍政府宣布 限制对韩国出口 用于制造电视机及智能手机的三种半导体材料 安倍晋三曾多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并于2012年10月17日和2013年12月26日 分别以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 日本民众对安倍晋三的正面评价 在当首相的那一年里 他真的是拼命为大家工作 通过了多项法案 实施了很多积极向上的政策 但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